小伙爱上12岁女孩发现她浑身散发着腥臭味 原来是一个60多岁的吸血鬼 本期里各代电影《生人无尽》 欧文在单亲家庭长大 但是妈妈是一个虔诚的新教徒 对于欧文无暇顾忌 当然也不知道她在学校经常被同学欺负的事情 处于长期被压迫的环境中 欧文经常会私下里扮演社会不良青年或杀人狂 以此宣泄心中的情绪 在一个宁静的夜晚 欧文透过窗户看到隔壁新搬来的妇女二人 那个赤脚光着腿的女孩艾比引起了她的好奇 漆黑的夜晚 一个年轻人被杀害后倒挂在树上 凶手用刀子戳穿动脉后获取鲜血 但是不小心摔倒后血液都洒了出来 而这个人竟然是艾比的爸爸 空手而归后的他回到家中被一个黑影大声训取 又是一个漆黑的夜晚 一个女孩在桥洞里假装摔倒 然后将好心上前学问的男人咬死 贪婪地吸吮着男人的脖颈 随后艾比的爸爸将尸体扔到了河中 原来艾比就是那个吸血鬼 父母二人的到来打破了小镇原有的宁静 欧文在学校遭到了同学的欺凌 脸被划破后不敢说出真相的她 只能告诉妈妈是自己弄伤的 夜晚欧文在门前的树下独自想着心事 艾比搬来后也会夜晚来到这跟她聊天 听说欧文被欺负 艾比告诉欧文要还击 要变得坚强 二人还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摩斯密码 隔着房间的墙诉说着心事 欧文偷了妈妈的钱带着艾比去玩电子游戏 两个孤独的心灵彼此越靠越近 欧文弹露自己对艾比的爱意 艾比的爸爸在出去为她寻找猎物的时候 发生了意外 警察看到时她为了保护艾比 将强硫酸倒在了自己的脸上 被警车带回到医院进行救治 对于艾比她只字未提 艾比来到医院看望她 生命处为之际 她将自己的血液献给了艾比 之后坠楼身亡 并留下一句对不起艾比 伤心的艾比当天晚上钻进了欧文家 脱光衣服贴着欧文躺下 身体的温度 这天欧文的班级到冰面上学习滑冰课 欺负欧文的男孩们又来找麻烦 欧文听了艾比的建议进行还击 用棍子将欺负她的男孩狠狠打伤 而此时冰面上 另一处发出震震尖叫 原来孩子们发现了一只胳膊 冰面破开后发现了一具尸体 正是艾比爸爸扔进河里的那个男人 欧文带着艾比来参观她的秘密基地 要与艾比嗜血为盟 艾比看到流出的鲜血 控制不住地趴在地上填饰 她用自己尚存的理智告诉欧文远离自己 随后冲出屋子 将正巧路过的女邻居咬伤 索性女邻居的丈夫将她赶走 血液才没被吸干 欧文找到艾比确定了她吸血鬼的身份 也知道了这段时间的命案对于她有关 艾比承认她需要血 才能一直保持年轻的容貌继续活着 实际上自己已经60多岁了 欧文在桌子上看到了艾比和一个男孩的合照 原来和她同住的男人并不是她的爸爸 当年她也像欧文这么大 认识了艾比 恐惧的欧文迅速地离开了 她对艾比懵懂的感情开始挣扎 犹豫 被艾比咬伤了邻居 因抢救及时 暂时没有生命危险 但是清醒后的她趁没人注意的时候 却面目猙獰地偷偷填饰着自己的血液 护士进来拉开窗帘 而女邻居在恐惧中自然了 整个病房 除在火海当中 一天晚上艾比上门来找独自在家的欧文 未经允许就进入的艾比 突然浑身血流不止 欧文马上抱住她 不断地说你可以进来 两人重归于好 相处融洽 早就开始怀疑艾比的警察 置身前来查案 结果被艾比将血吸干 欧文亲眼目睹了全过程 为了躲避警察追捕 艾比在一个夜晚搬走了 欧文很伤心 欧文又回到了被欺负的老样子 那些报复她的同学 将她扔进泳池 告诉她 在水下憋气三分钟 就只在她脸上滑出一道口子 否则就一眼换耳 然而还没等欧文开口 头就被按在了水下 就在欧文快要坚持不住的时候 突然按在头上的力道消失了 随着一顿怒吼 欺负欧文的男孩们尽数倒下 大口喘着粗气的欧文 抬头看见满身鲜血的艾比 放不下欧文的艾比又回来了 最后欧文将艾比藏在了行李箱里 在阳光温柔的午后 坐上了去往远方的火车 是爱情吗 让我为你从年少忙懂 到心甘情愿摆了头 即使你再怎么不堪 我还是依然爱上你 影片中爱着艾比的男人 心甘情愿为他献出自己的生命 也无怨无悔 那么欧文是否会是下一个 所谓的艾比爸爸 我们无从得知 一个12岁的男孩爱上吸血鬼 就算他是邪恶的 还是能欣然接受 想要去保护他 为了他可以放弃自己的生活 依然决然踏上未知的旅程 超越现实的爱情 让人为之动容 两个灵魂紧紧连在一起 我想这样的爱情 也是令人羡慕的吧 好了 今天就到这了 我是力哥